而朱镕啊 被拍晕了 拍晕了 旁边这些被拍马屁给拍晕了 愣有人说他从打并州奔洛阳 这一道上 有紫气缠绕相随 紫气东来 那多吉利啊 不是大仙 那就是皇帝之位啊 将来您要当皇帝 有大仙保着 您还有什么忧愁的 而朱镕没开眼笑 手下人没有不巴结他呢 眼睁睁的 而朱镕要当了皇帝 他们都拥立有功啊 所以紧着往耳朱镕这儿来说好听的 没关系拉关系 关系远的慢慢往前蹭 什么时候要熟了 记起我来 将来登基的我就是高官得座呀 这位耳朱镕 他把自己的小女儿 嫁给了 魏庄帝的侄子 陈流亡叫袁宽 这是一种政治婚姻 对这位小小的陈流亡袁宽 对这小王爷 他特别喜爱 说最后 我这个女婿 一定能帮着我 大女婿是现在的皇帝 小女婿 是皇帝的侄子 这不乱辈的吗 管什么辈啊 反正这袁宽将来了不得 承阳王元 会一听这个 连忙找魏庄帝来 您看见没有 陛下 耳朱镕现在 就是打算要处您了 何意见他呀 他说了 将来能帮他的是 这小姑爷 就那袁宽的 您那侄啊 如果说皇后 现在生的要不是男孩 他肯定 得立陈流亡为皇帝 废掉您 就您这儿来继位了 魏庄帝就不爱听这个 你跟我昨天做那梦 有什么关系吗 陛下您做梦了啊 昨晚上我梦见 自己拿刀 右手拿刀 把左手的纸都给剁下来了 这怎么意思呀 你们哪位能给朕解解梦啊 袁徽说 别着急 我解不了 我知道他们有能解梦的 找了几个亲近大臣 一块给破破吧 大伙商量完了 编出一统一答案 怎么还得编答案 谁真能解梦 那都是一种 心头所想 在于解梦之人 如何去引导了 陛下这是急诏啊 啊 魏庄帝一听 我自己拿刀剁自己手 怎么是急诏呢 您忘了 毒蛇咬手 壮士断绊 这割指的梦 寓意就在于此啊 此为急诏啊 毒蛇咬手 所以您想用刀啊 去砍那蛇 至于怎么伤到自己手了 这没好好解释 壮士断腕 对待这样 像耳朱龙全臣 到了这步田地了 您要没有断腕的决心 你怎么能把他跟除啊 反正这划分怎么说了 怎么说怎么有理 哎呦 魏庄帝一听 是这样 看来 我要没有断腕的狠心 就得被耳朱龙这毒蛇 把我给咬了 只能如此了 有人来报 说耳朱龙的亲信 袁天木 不在并州呢 现在已经到了洛阳了 魏庄帝一听 精神头就来了 朕要亲自去迎接 亲自去接这袁天木 你别看这耳朱龙的亲信 庄帝对他也很热情 这表示对耳朱龙的重看 几个人在西林园是喝酒射箭 耳朱龙建议庄帝 跟他们一起出去打猎去 陛下咱们一块 打的猎多高兴啊 好啊 庄帝也觉得这是个好机会 想起前几天 有大臣讲过 说陛下您得留神 别跟那耳朱龙将军出去打猎 万一借着出猎的机会 他带着您迁都怎么办呢 要迁都 恐怕您就不自由了 眼睁睁 你在洛阳安排的眼线 都用不上了 我们也不能跟着您的 可庄帝又不敢不答应 他心里边暗下决心 必须得除去这权臣 不去打猎让人怀疑 先跟他去一趟吧 别说耳朱龙也是刺探 他是打算带着庄帝迁都来着 可是呢 也不能今儿头一趟就走 他看看皇帝信任不信任自己 头一次试验 很满意 庄帝打完猎回来 跟自己的谋士商量啊 朕现在所处之形状 死也得做这件事了 什么事儿 必除尔如荣啊 况且 如若得手 朕未必就得死 朕宁可像高贵相公那样 也不能像常贵相公那样活呀 高贵相公死了呀 高贵相公是谁呀 就是三国时期 曹未政权的那位当家人 高贵相公叫曹毛啊 曹毛为了反抗司马师司马昭兄弟 他带着兵要杀司马昭 不被人家给杀了吗 但是 现在卫庄帝说 我宁可像那曹毛一样死去 也不会像最后善位给司马延 那位常贵相公曹焕一样 为了活命 耻辱的把天下交给司马延 我喝着死来了 这是一种决心 架脚这会儿 耳朱蓉 袁天墓入朝奏势 那我一看陛下 这不是上天给的机会吗 他们两个人单独上殿面军 您可以埋伏几十个人 就在明光殿旁边 现在就把他们杀了不就完了吗 好 魏庄帝觉得这也是机遇难得 联邦下职 请二位功臣上殿 请啊 这得表示尊重 这路词魏庄帝也用惯了 这两个人上了金殿 那港帮把吃的都准备好了 不是繁忙没吃早点的吗 在这吃一口也行 这刚吃没两口 有下属来包 大将军 有急事 哦 两人一听 陛下 我军中有事 我们一会儿再来 这还没等着 这魏庄帝反应过来呢 二位出了出了 又都下了金殿了 旁边那几位亲信太监 直着急 也不敢说话 陛下 您倒是摔杯啊 您不摔杯 您拍下桌子也行 那大殿上有人等着 可得听您令啊 眼看着这二位 都走到殿外了 叫这几十个人 要往外追 大殿外边有人军队 那就不敢摊了 这第一次谋杀 措施良机啊 这魏庄帝 坐那脸一直是白着 怎么呢 他自己紧张的要命 大伙一看这皇帝 胆子也够小的 等下一次机会吧 没隔几天 二珠蓉的小女婿 去那陈流王啊 陈流王 请他的岳父 到家中喝酒 他最喜欢的陈流王 在陈流王家里边 一喝喝多了 饮酒大醉 那就住几天吧 对外边就说病了 国事繁忙 谁来我也不见 二珠蓉就在这陈流王王府 歇阳几天 魏庄帝跟左右 开始商量 这杀二珠蓉 不能再拖了 这事越拖 时间越长 二珠蓉一旦知道信 那就容易对咱们 君臣不利 有人真就给 二珠蓉出主意了 说正好您这几天 装兵 咱们也得商量商量 什么时候 把这天子除了呀 反正继位的也有了 您这小姑爷 陈流王 比当今天子 贤明多了 二珠蓉倒不着急 为什么 我根本就没把当今天子 放在眼中 谁当皇帝 那不我一句话吗 这当今天子 没这种胆量 大伙一看 这二珠蓉将军 实在是太大意了 双方 是马杆大狼 两头狄过 尤其是那些牟师们 都在积极思索 怎么能把对方置于死地 魏庄帝 越来越害怕呀 可别让人 把这消息给走漏了 让二珠蓉抓着把柄就完了 程阳王元辉建议 陛下 您应该派人去告诉二珠蓉 就说皇后已经生了 那不她闺女吗 她不说要 进得洛阳城到宫中 伺候她闺女坐月子吗 就说皇后生了儿子 她肯定入朝道贺 趁这机会把她杀了 不就完了吗 庄帝一听 呃 程阳王 你你让朕算一算啊 一五一十 这不对呀 皇后刚刚怀了九个月的身孕 怀孕得十个月才行呢 这还差一个月 那能相信吗 哎 袁慧一听 陛下 这女人怀孕不足月生孩子的自古来多了 二珠蓉 肯定不会起疑呀 提前半个月 一个月算得了什么事啊 您还是埋兵马就在明光殿 两次做好准备 对外声称皇子降生 派我 秦去快马加鞭 向二珠蓉报喜 他绝不会怀疑 好吧 魅庄帝答应 这边金殿做好准备 这边派程阳王元辉快马加鞭 带着圣旨 去找这二珠蓉报喜 二珠蓉干嘛呢 在自己的家里边 正在那赌博呢 哎呦 就见元辉 满面喜色 走到二珠蓉的近前 王爷 恭喜您 贺喜您哪 说着话上前 把二珠蓉的帽子摘起来 就地跳些舞来了 这太没礼貌了 到主人家怎么摘着帽子呀 这是当时少是民族 一种祝贺的习惯 李白诗里不写道吗 托军帽 为军孝啊 显然当时北方民族 有这么一种礼节 甚至于保留到了唐代 所以现在这种庆贺 那简直是首舞祖岛来庆贺 这种气氛感染了二珠蓉 您有了外孙子了 是吗 二珠蓉还没等清醒过味呢 皇宫里边的文武大臣 一波一波都来了 全给他贺喜 这都是安排完的 二珠蓉不得不相信 叫上自己的亲近谋事 就那原天目 走 咱们俩入朝相贺 这信就传回来 魏庄帝一听 真来了 大会一听怎么叫真来了呢 不来了何着您高兴啊 不是 他来了我真的把他杀了 多新鲜啊 哎呦 陛下 您像您这脸怎么灰了 灰里边套清 清里边透着黄金 怎么着呢这是 呃 朕有些心力憔悴 手下谋事一看 这西湖南下了 不能说不杀了 这 哎 拿酒来 魏庄帝突然想起 自己平时爱喝酒啊 酒壮什么胆吗 英雄胆吗 就这么说吧 好家伙 半坛子酒 让这魏庄帝 顿顿顿顿 给顿下去了 喝完酒之后 嗯 英雄气色 精神焕发 酒壮英雄胆吗 脸也红了 额头也溅了汗 眼珠子也起了 血丝子往这一坐 腰板也直呢 有人来报 太原盲 而朱荣入朝拜贺 请 底气都足了 而朱荣走进大殿时 一看这皇帝正心微坐 不像以往的 他站着 甚至于走出来 几步再接一接 今儿怎么着了 陛下 老臣 恭喜您呐 而朱荣一边道喜 一边往里走 假装要失礼 每次用不着失礼 这刚一点头 皇帝的面里 今儿皇上没吭声 而朱荣一看 我是贵 我是不贵呀 啊 他刚想 往四周看一看 这旁边气氛的 不带对头啊 就见着这位装帝 啪 一拍的龙书案 耳朱荣 呀 而朱荣一听 刚才还太原盲了 这会儿怎么直呼 我的大明啊 他刚一瞪眼 就见两旁边 登登登 跑过来起个大汉 每人手里 滴了一把钢刀 来到跟前 罩着他脑袋就一刀 而朱荣 那是武将啊 啊 这家反应挺快 身子往下 这么一毛腰 往前这么一窜 蹭 他躲开了 奔哪去了 奔在正面 御座上的那皇帝来了 耳朱荣聪明 他心想 这肯定是当今天子要杀我 我要到了御座前 把这皇帝给抓住了 做人质 我看你们谁敢向前 他聪明 魏庄帝也不傻 喝完酒之后 在两膝 那膝盖上 就横下一刀 在这放着呢 耳朱荣 看不见 人家横在膝盖这刀 就预防着 你要于此往坡 我怎么办 现在一看 这耳朱荣冲过来了 借着这半痰酒的威力 魏庄帝把膝盖上的刀 就拿过来了 刀尖冲的耳朱荣 耳朱荣这会儿 往前窜的速度太猛了 自己也拦不住自己了 看见刀了 哎哎哎哎 那意思 怎么这刀冲我 那有什么用啊 他往前冲 庄帝往前捅 一刀 就打小肚子炸进来 炸透了 啊 全臣毙命 后边这几个卫士吓坏了 心想我们真够废物的 怎么让他给跑了呢 过来 乱刀一通砍 把他给杀了 那袁天穆呢 那甭问呢 都解决完了 耳朱荣入宫 还没等说句整话 就被杀了 死是多大呀 刚刚三十八岁呀 这就敢称老臣啊 那在那会儿的时候 是三十多岁 这眼睁睁 你看这不就快当外公了吗 称老臣 主要是摆资格呀 耳朱荣一死 耳朱荣的家族们 就混乱一团就混乱一团了 最初啊 魏庄荣以为耳朱荣一死 家里不就全乱套了吗 树倒护寸散 不假 乱了没有一阵子 耳朱荣有一个堂弟叫耳朱赵 召集了耳朱家族 部落中的所有的亲信兵马 他们聚首城池 猛攻洛阳 洛阳城 还真就守不住了 本来有黄河天险 能作为屏障 应该说耳朱赵的兵马 过不了黄河呀 可万万没想到 正赶上黄河苦水期 好吗 这黄河那水 连马肚子都没不了 眼瞅着耳朱赵的兵马 一拨一拨就过了黄河 奔着洛阳城门就冲过来了 守门士兵等发现的时候 想射箭 这边距离远 可以啊 距离太近 那就不管作用了 所以射箭也拦不住了 眼看着人家耳朱赵 带着兵马冲进洛阳城 把这卫庄地原子幽给吓坏了 还得跑啊 赶快找自己那亲信 承阳王元辉呢 再看那承阳王 带着自己的亲信 这打不扬鞭 正要跑 承阳王 带着朕一起走啊 那意思你那马脚力好 咱俩同骑一乘马 你带我走不就完了吗 就这位亲近的承阳王 连搭理都没搭理 陛下 个人顾个人吧 好缺德呀 这卫庄地大骂 骂有什么用啊 他这束手背擒 做了人家耳朱罩的俘虏 当天晚上 卫庄地就被耳朱容给找来了 把他安排在哪了 已经锁在了一座孤楼上 您想 这是十二月的天哪 多冷啊 给皇帝就穿一单衣 冻得都快咽气了 半夜里 耳朱罩命人 把这皇帝给我牵过来 牵过来 让你为君就为君 让你为奴就为奴 你还敢杀了我堂兄 你知道我们耳朱家族 多威风吗 这卫庄地 哆哆嗦嗦来见耳朱罩啊 能不能给朕 啊不 给臣 都不知道怎么称呼自己好了 给我来个头巾 我这脑袋冷啊 这动人动得要脑袋凉 您可能有这感觉 北风呼啸 硕风扑面 动得脑门疼 您想想 这皇帝多可怜吧 就要个帽子吧 耳朱罩一听啊 给你帽子 给你帽子 便宜你了 你杀了我们家多少人呢 啊 现在 我得替我们耳朱家族 报仇啊 拿绳子来 这耳朱罩 把这魏庄帝亲自 给勒死了 就勒死在佛寺之中 魏庄帝 圆子忧 临死这年 刚二十四岁 也够惨的呀 耳朱罩 代表着耳朱家族的利益 这一家族在洛阳 把持朝政 可就都原形毕露了 耳朱家族掌权之后 他们是 如狼如虎 残害百姓 功为贪淫 生杀自资 公开的 贪污啊 想想民女啊 想杀谁 想害谁 随便论处 谁都不敢问 谁都不敢拦着 魏国上上下下 对这一家人恨的 简直咬牙切齿 但是因为他们势力强大 魏国境内的百姓 也不敢违背 只能受其 践踏 领辱 先前 耳朱戎 麾下 有一员 得力战将 叫高欢 这高欢一看 机会来了 这高欢呢 是渤海 条县人 就是现在 河北景县 这一代 他的祖上 是晋朝的太守 家道 一直是官宦门风 道的父亲 这一代 帅败了 他父亲 叫高树生 是一个顽固少年 所以 家道到他父亲 这边手里 除了典当 就是瞎做买买 老赔本 这游手好闲的习气 使得家里边 那些产业 是荡然无存 高欢的少年时代 那应该说是 在极其艰苦的 环境中成长的 由于自小 生长在边镇 周围都是鲜卑军人 还有那匈奴人 所以高欢 是完全是一个 被这种人影响出来的 鲜卑化的草原人的性格 他是一个被鲜卑化了的汉人 喜欢武枪弄棒 练武术 骑马射箭 一直到他娶了一个鲜卑的族人 做妻子 就那娄氏啊 他才有了一点产业 人家这娄氏是鲜卑族的 大户人家 从人女方的嫁妆中 他算得到了自己的 几匹喜爱的战马 有马 才有可能领兵啊 你想都是骑兵啊 要想当骑兵队队长 手下都骑着马 您那后边赶着杨娜娜行啊 这有了当队长的资格 当时没有什么人 对这个破落户的子弟感兴趣 爷爷六十足八十足 那不是以前了吗 现在你们家穷的都靠人嫁妆 去挑马了 你能够多出息 唯有 他们镇上的一个将军 叫段长 这段长觉得高欢有出息 经常夸他 相貌非凡 资质着异啊 我看你天分极高 你高欢 有框记实事之才 这辈子不会白活 不过 这段长将军 快五十岁了 屡立屡虚然 估计我这岁数 看不见你发达了 希望你日后发达之时 别忘照顾照顾 我的儿孙哪 咱也不知道 这位段将军 是真是料是如神呢 还是在这说两句 讨人喜欢的话 对于年少的高欢来说 这可是一生的鼓励 高欢一味的没忘 敢等到最后 掌握大权之后 他还真是重重的 封赏了段长的子孙 这是后话 要说起高欢的发迹 就要得先从北魏末期 六镇起义说起来 六镇 那不是沿着长城 修筑的六个军镇吗 自西向东 有卧野镇 就像内蒙五元 怀硕镇 内蒙的顾阳 武川镇 内蒙的武川 辅明镇 是内蒙的四王子旗 柔玄镇 是内蒙的星河 怀黄镇 是河北的 张北一带 说这六个镇 怎么起义了 又跟高欢 有着怎样的关联呢 咱们下文书 再说 还不上啊 再订阅 说这六个镇 是中文书 是有独立的 与那边